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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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平安 感謝主在下雨天 我們還是一起聚集在這邊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方向盤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開車 也有坐過車的經驗 那我們知道控制方向盤的那一個人 非常重要 如果他左邊是大海右邊是馬路 他開到左邊的話 那我們就沒命 我們就會沒力 所以我們知道 控制方向盤的那一個人 非常的重要 今天我們就是可以成為 控制方向盤的那一個人 但是 當你不會開車的時候 最好旁邊有一個司導者 那時候你就會把車開得很順 所以呢 我們要邀請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的帶領者 在旁邊協助我們 來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件事情是 今天你們看我穿了什麼顏色的外套 黑色 黑色 那 你們看到我 是一個 外表的我 對不對 可是我們知道每一個人 應該都會有 兩個我 一個我是 你外表看到的我 一個我是 我內心的我 所以當你要瞭解我的時候 你可能 除了瞭解外表我 你還會再瞭解我內心的我 譬如我的成長經驗 我現在的心情 跟 maybe 我對未來的徬徨 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有兩個我 除了我有兩個我以外 你也有兩個我 我們知道 當我們的心 裝備好的時候 我們的心思意念 如果是很混亂的 那你做事情 就會很混亂 但是如果你的心思意念 是很有順序的的話 那你的生活 就會非常有規律 你的生活就會非常有規律 今天我們讀的 真言二十三章七節 在心意本這樣說 他在想什麼 他就是 什麼樣的人 中文和合本是 他的心 怎樣思量 他為人就是怎樣 你今天怎麼樣思考 你的為人就是怎麼樣 你今天怎樣思考 你的為人就是怎麼樣 有一天有一個孩子 每天他要去上學的路程 都是爸爸載他的 那有一天爸爸就到 外地去出差 就換成媽媽載他去上學 在媽媽載他去上學的時候 快要到校門口的時候 他就跟媽媽說 奇怪 今天笨蛋跟神經病 怎麼都沒有出來 那媽媽就想說 什麼笨蛋跟神經病 這個孩子就說 我不知道啊 每次只要有人超車的時候 爸爸就媽他是笨蛋 那有人按喇叭的時候 爸爸就媽他是 神經病 原來他爸爸每次在開車的時候 都是這個臉 可是我們知道 你走在同樣一條道路 走在同樣一條道路 開著同一台車 當你的心思意念不一樣的時候 你所做出來的東西就不一樣 所以今天我們要一起 來談論這個話題 是我們內心的方向盤 是要怎麼控制 是要怎麼控制 在七月份的新聞裡面 提到一件事情 十五歲到十九歲的年輕人 死亡的前兩大十一 其中有一個是什麼 自殺 十五到十九歲 這是一個人生很美 才要剛進入人生的階段 結果他們死亡的原因是自殺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開始在接收很多負面的消息 如果我們期待 我們知道我們的人生是豐富的 是精彩的 那你要邀請一個人 坐在你的副駕駛座 來幫助你一起控制這個方向盤 那個人就是耶穌基督 那個人就是耶穌基督 我們要時常很小心 我們是在想什麼 來 我相信我們都有在家裡喝開水的經驗 你在家裡喝水喝茶的時候 你通常都是這個樣子的嗎 心情很糟糕 一直在想事情 還是你覺得不管在任何的情況下 我就好像在鳥語花香的花園裡面 然後喜樂的喝水 你大部分是這個樣子多 還是在花園的感覺多 我們要很小心我們的心思意念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說 我們在想什麼 我們就會成為怎麼樣的人 我們不可能想像說 我一直不會成功 我永遠都不努力 突然有一天 我就成功了 我不可能想像說 我覺得我完全不會讀書 突然有一天我變得非常聰明 在這個過程中 我完全都不努力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的想法 會影響我們做事情的理解 我們的想法會影響我們做事情的理解 我們不能期待最差 我們不能想像最好的期待 我們不能想像最差而期待最好 我們要記得我們的心想什麼 我們通常就會覺得我們是怎麼樣的人 我們的心想什麼 我們就會成為怎麼樣的人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活在一個很負面的世界 如果今天你拿起報紙 你通常看到的是什麼 聖動的標題 哇天啊 八卦 還有什麼 誰殺了誰 今天誰被搶劫 還有呢誰掏空了誰 還有我們吃的也不安全 我們活在一個很負面的世界裡面 今天我們的魔鬼一直控告著我們 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 都是對我們沒有意義的 魔鬼用一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懼怕 他把懼怕放在我們的心中 今天當我們懼怕的時候 我們就會退縮 當你覺得我不行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再往前走 所以我們知道 我們要去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 因為魔鬼都用懼怕來控制著我 神把很多的恩師放在我們的身上 可是 魔鬼都把懼怕放在我們的心中 當你的心不願意的時候 後面的就不用講 一定要記得要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 但是適當的懼怕也是應該的 譬如說 我們知道我們的錢包不能放在腳踏板 我們知道女生晚上出去要特別小心 適當的懼怕是正常的 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 你不可以讓懼怕掌握你整個人生 你不可以讓懼怕掌握你整個人生 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覺得啊那根本就不可能 因為我們把懼怕放在我們的心中 我們覺得那根本就不可能 神把很多的恩師放在我們的心中 放在我們的路途上 只要你邀請耶穌基督 進入到我們的心中 我們知道懼怕是有力量的 在《約國經》怎麼樣形容懼怕 他說 我所懼怕的臨到我 我所驚恐的向我而來 我所懼怕的臨到我 我所驚恐的向我而來 所以我們知道 如果他有一個很深的體驗是 所懼怕的就臨到他 他可以告訴你 怎麼開車怎麼做 怎麼開車怎麼做 我們的人生有很多道門 是需要我們自己去打開 如果我們今天進來 我們覺得正能不可能 你通常會去開後門 如果真的不行 你就有可能會看看 你們家的窗戶開了沒 你是不是可以爬進去 對不對 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可以去嘗試 我們可以去做的 有一對姊妹 他們家總是姊姊帶鑰匙 那他們每天都一起出去 一起回來 有一天這個妹妹 她提早回家 那她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坐在他們家門口等 就是坐在他們家門口等 她就一直在那邊走來走去 一直等著姊姊回家 結果姊姊回家的時候 她發現了一件事情是 姊姊今天根本沒鎖門 所以她只要願意去 推一下那個門 其實她就可以進家門 她就不用在外面等那麼久 今天我們人生 當我們說不能的時候 有很多時間是我們 根本不願意去開那個門 我們根本不想要去碰那個門 我們連自己嘗試的感覺 都打那一直說著 親愛的弟兄姐妹 很多時候當你自己去推 自己去找機會的時候 你會發現神就把機會放在你的手中 神就把機會放在你的手中 所以很多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是因為我們不動 也不願意嘗試 也不願意開口 記得我們要看見我們人生 有很多的盼望 有很多的盼望 當我們願意讓耶穌基督 充滿我們的心中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的道路有很多路可以走 你的道路有很多路可以走 所以我們要宣告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的救主 我們要宣告耶穌基督 成為我們的救主 我們要忘記背後努力相信 我們要忘記背後努力相信 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都有一塊布 那一塊布是白色的 但是當我們每當激勵一件事情 我們就在上面畫一遍 每當我們激勵一件事情 我們就在上面畫一遍 當我們心思很混亂的時候 你的布就會像這一塊布一樣 看起來雖然有一點點正奇 可是看起來好像不怎麼正奇 但是如果當你把你的心思意念 準備好的時候 你就會像這一塊圖案一樣 雖然也是不正奇 但是至少它是一個原本 它是一個讓你看起來 你就覺得舒服 所以當我們的心思意念 我們沒有好好的保守的時候 當我們一直思想著負面的情緒 當我們一直被你的擔憂給影響的時候 你就會像這一塊布一樣 你就會像這一塊布一樣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生活裡面 一定會有很多的苦毒 會有很多的埋怨 會有很多的經驗 是我們覺得不舒服的 但是 你要嘗試著把這些東西整理 你要嘗試著把這些東西整理 曾經有一位弟兄 他來參加一個婚禮 到婚禮的一半他哭著走出去 那他在他慧後的分享是什麼 原來他曾經有一段撕戀的經驗 而且這個經驗造成他很大的痛苦 他說當他來參加這個婚禮的時候 他心裡覺得怎麼樣 我根本沒有辦法祝福這一對新人 為什麼別人的愛情可以這麼順利 我的愛情卻是這樣坎坎坷坷 我們知道每年情人節的時候 都會流行有一個團叫做 情侶去死團 對不對 你要讓你的心思意念 整理好 或許你過去曾經有一個很大的傷痛 但是當你把你的心思意念交過給神的時候 當你把你的心思意念處理好的時候 你就會像這一棵樹一樣 會像這一個看起來這麼完美的樹 至少是漂亮的樹 或許它很多東西還是重疊在一起 但是你知道 這一棵樹是一個讓你看起來 讓你覺得舒適的樹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學習把我們的困難 把我們的東西仰望給神 我們要宣告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救主 我們要宣告耶穌基督成為我們的救主 再來 再來我們要敞開我們的心胸 邀請耶穌基督進入我們的心 要敞開我們的心 今天當你來到這邊 你覺得我的心沒有敞開的話 你沒有向你的心敞開 你覺得我來這邊只為了 應付我的爸爸媽媽的時候 你覺得我來這邊不是真正為了神的時候 那今天神就沒辦法進入到你的心中 你要敞開你的心 你要跟耶穌基督說 今天你要對我說什麼 今天你要成為怎麼樣 讓我成為我的幫助 我們要敞開我們的心胸 那你才真正能讓耶穌基督進入你的心 你才真正能讓耶穌基督進入你的心 我們今天有讀一段經文 我們沒有讀到 在箴言十七章二十二節這樣說 他說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憂傷的靈 食骨苦肝 你今天喜樂嗎 你今天出門的時候有效嗎 還是我要去做禮拜了 可惡在下雨我要穿雨衣 還是啊今天竟然下雨耶 沒關係還好我還有雨衣可以穿 今天你出門應該會有這兩種心情 我不知道你是什麼心情 但是我期待我們是喜樂的心情 還好我還有雨衣可以穿 今天喜樂的心可以改變我們 所有一切的思想 索羅門是最有智慧的國王 他說什麼最有智慧的話 今天你要選擇喜樂的心 不管遇到什麼 你要喜樂 因為這是一種態度 也是一種合成心意的做法 也是一種合成心意的做法 因為喜樂能改變我們的面貌 喜樂能改變我們的面貌 真言十五章十六節 他說心中喜樂面帶笑 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我的孩子 他可以隨時隨地就哈哈 可是我卻不行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心中真的充滿了喜樂 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叫做煩惱 他們就算剛剛被我處罰了 他們也是三秒鐘就忘記了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要學習跟孩子一樣 當你心中充滿喜樂的時候 不管怎麼樣 你也是三秒鐘就忘記了 當你心中充滿喜樂的時候 你的喜樂是可以影響給別人 你的喜樂是可以影響給別人 耶穌也是一個充滿喜樂的人 所以他走到哪邊都有很多人接近他 連小孩子都來接近他 我們知道今天如果一個很開心的人 站在這邊跟一個臉很臭的 今天你來的時候你會選擇誰 你會選擇跟喜樂的人站在一起 所以我們知道喜樂帶有很大的影響性 也對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多的幫助 今天當我們看到一個人的笑容 你就覺得溫暖 記得你要心中時常保持 記得再來喜樂會影響我們的經驗 那我們一起來念15章15節 我們一起來 困苦的人的日子都是憂愁 心中歡唱 常常享空宴 今天當你心中困苦的時候 我帶你去吃王品牛排 你還是覺得我好像在吃路邊談 當你今天心中充滿喜樂的時候 我帶你去吃王品牛排的時候 你會告訴我 怎麼吃這麼好啊 今天當我們心中不喜樂的時候 再怎麼樣的食泉海味 散熱海味擺在你面前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看起來都不好吃 但是當你心中喜樂的時候 你所想的你所做的 一切都是喜樂的節目 親愛的弟兄姐妹 我們的人生會經過很多的事情 但是所謂的智慧提醒我們 要把喜樂放在我們的心中 因為喜樂也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喜樂也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我們在一起來念 真言17章22節 我們一起來 喜樂的心難吃兩腰 用傷的理食不苦干 所以我們要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把喜樂放在我們的心中 把喜樂放在我們的心中 最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完全的依靠主 完全的依靠主 讓主成為掌權者 我們剛剛有唸 但是我們只從第六節開始唸 來 我們一起來 應當一無掛慮 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及不願意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好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穌基督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所以你們要邀請耶穌基督 進入你們的心 要邀請耶穌基督進入你們的心 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什麼叫做神所示出人意外的平安 信耶穌就好像下雨天拿雨傘出門 信耶穌就好像你手上拿一把雨傘 為什麼 這把雨傘有什麼功用 下雨天拿雨傘出門 有太陽的時候拿雨傘遮陽 然後呢 經過崎嶇難行的路的時候 雨傘可以當你的懷仗 遇到小狗的時候 雨傘可以當你的 對 不管在任何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拿著這支雨傘 當你沒有任何困難的時候 你也可以拿著雨傘 就好像英國人出去也都會拿一支雨傘 然後就風度翩翩 信耶穌好像拿雨傘一樣 神所示的是什麼 就跟這支雨傘一樣 在你被淋雨的時候 你拿著這支雨傘 你就不會是 當你很熱的時候 你人生遇到很大的考驗 你覺得我快承受不了的時候 如同太陽這樣考驗的時候 你可以拿著這支雨傘 當你覺得我的雨傘 走不了的時候 耶穌基督成為你那支拐杖 陪著你走 當你遇到風口的時候 好像有時候突然有人出來 咬你一口的時候 你可以拿雨傘當武器 這樣的弟兄姐妹 信耶穌好像我們拿了雨傘 再來 耶穌所持出的意外的平安 是什麼 就好像你在高樓庄避雷症 你在高樓庄避雷症 你在高樓庄避雷症 我們知道現在的樓都越開越高 當你越開越高的時候 下雨打雷的時候 你就越容易中獎 對不對 雷打到的機率一定比那些矮的人高 可是我們知道 在我們的人生當中 我們現在也越來越高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學歷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的人際關係也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的年紀也越來越高 因為我們的事業有成也越來越高 當你越來越高的時候 你就越容易中獎 可是當你中上避雷針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壓力越大的時候 神就可以成為你的幫助 當你中上這一支避雷針的時候 再怎麼恐怖的閃電擋下來的時候 你都安然無恙 親愛的弟兄姊妹 在約約安門上 上次六七這樣說 信我的人有永生 不信我的人得不早有生 神的正路藏在他身上 今天信耶穌就好像出門拿雨傘 就好像創傷地雷針 不管你遇到什麼事情 神說是出人意外的平安 都會保守我們的心懷裡面 所以我們要邀請耶穌基督成為 我們的生命的救主 成為我們的生命的救主 今天我們的經文說 他心思 他的心怎樣思量 他為人就怎樣 要記得讓耶穌基督 來開我們人生的方向盤 讓耶穌基督來成為我們的幫助 你會發現你的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你會發現你一生走在蒙福的道路上 如果你覺得我還沒有辦法 沒關係慢慢來 你要跟你進一步的渴望耶穌基督 來到你的生命當中 我們今天要來唱回音詩 這首回音詩是他的歌詞這樣說 我一生我的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你 淡淡尋求你 用我全心全力 用我全力愛你 他說我這一生最渴望的一件事情 就是來到耶穌基督的懷抱裡面 就是愛他 淡淡的渴望他 淡淡的尋求他 用全心全意來追求這一位神 我們人生的方向盤 可以給神來唱空 我們一起來唱這一首歌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你 淡淡去證明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力愛你 敬拜力讓你榮耀 充滿全力 神神愛你 耶穌 神神愛你 耶穌 我愛你 全力愛你 耶穌 我愛你 神神愛你 耶穌 神神愛你 耶穌 全力愛你 耶穌 却无疑淡淡是生命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体爱你 请拜祢让祢荣耀 冲满全体 深深爱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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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祢耶稣 这首深深爱祢是在每次全球发行的传奇 这首诗歌是收入在他们深处我心 的那一本诗歌里面 他在深处我心的那一本诗歌里面收入这首歌 我相信我们的心中 当我们没有办法深深爱祢的时候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神 而是你要怎么结束这件事情 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不会是神 而是你要怎么透过你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你所面临的这个困境 你要怎么透过你的方法来找别人来寻求你 当你没有深深爱祢的时候 你不会把神放在你的第一位 而是你会知道我要怎么靠我的方式 可是当你把神放在你的第一位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会得到一个结果是 你会有平安 你的心中会充满喜乐 而且你知道有一个最伟大的创造主 在你的背后支持你的时候 那是胜过一切 那是胜过一切 我们要把我们生命中 所有的一切都交通在神的手中 就如同歌词这样说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就是切慕你 淡淡寻求 我们再一起来唱这首歌 我们要求神 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的帮助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 切慕你淡淡寻求成名 用我全心全意 用我全地爱意 敬拜祢让你荣耀 重大决绝你 祢让ou健辈αν 党监买祢 神远爱底 圣声爱底 入祢 我爱你 奏述生命中一切 圣声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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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圣声爱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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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祢放鬥高 爵叔 謝謝你讓我們一起在這邊 一起敬拜 讚美你 臨聽你的話語 爵叔 今天我們要再次 把自己獻上 更多的來洋光裡 當然我們也要邀請你 進入我們的心 因為我們知道 依靠你 我們才能重新得理 而我們也知道 這樣的盼望 不是來自於想像 而是來自於信仰 來自於創造世界的主 盼望就如同白寶箱 裡面有你所預備給我們 各式各樣的恩典 每當我們犯錯的時候 我們悔改就得赦免 每當我們灰心的時候 主你就為我們開路 給我們機會 就算是在你的面前 你也為我們白色宴席 主耶穌謝謝你 給我們的愛 給我們何等大的恩典 所以主耶穌當我們 失去喜樂的時候 求祢幫助我們 提醒我們 失去喜樂 就是失去你的同在 我們要時常對自己的心宣告 因為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靠著喜樂的心 也要改變 我們看事情的態度跟角度 絕書 我們要更多的保守 我們的心事意念 所以我們要邀請你 成為我們的幫助者 我們要將自己的心事意念 交錯在你的手中 願你親自來帶領我們 走一切的道路 願你親自來帶領我們 當我們遇到任何苦難的時候 你就告訴我們 我們應當如何行 我們一生都要與你同行 我們只要祷告 多謝奉願說基督聖靈 阿貝 阿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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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財